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评书 我们这节课呢跟大家讲一下 微博的付费流量分析 下面我写了一个副表题 花了几十万才得到经验教训对吧 我开始写微博的时候 我做的是纯粹的免费流量 纯粹框内容写出来的 但是我后来大概从春节前后 我开始做付费流量测试 然后呢各个付费流量我们就测了一遍 大概先后花了几十万块钱吧 有点收获但是也有很多经验教训 你们可能也知道 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曾经花个五万块钱 抽奖是开始只有几千转发 最后也不过只有四万多转发 你很亏的一个一次测试啊 我待会儿会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讲一讲 我还是要说一句话 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 做微博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研究付费 一定要研究免费流量 就是你开始不要走捷径 你开始还是要做免费流量的 免费流量怎么做起来 然后当你有足够的经验之后呢 你再去测试付费流量 不要不要不要本贸导致啊 不要一开始就去付费 一开始就付费的话 基本上就会很难做的 你会花很多钱做不起来 然后你就很崩溃嘛 对不对 好了 进入正题 微博目前呢 有四大付费流量模式啊 就是四大付费流量模式 分别是粉丝头条 粉丝通 转发抽奖和大V转发抽奖 他们两个逻辑不一样的 我一个个来说 粉丝头条呢 就是你其实是推给自己的粉丝的 就是你花钱让自己的粉丝看 这个地方就推的诡异对吧 你的粉丝未必看到你的内容 你知道吧 是微博的一个算法的逻辑 你的粉丝未必看到你的内容 就是微博会随机推一部分内容给你的粉丝 就是关注你的 你未必能看到你的内容啊 这个地方 我在这地方稍微 稍微多说一下 你们可以经常跟粉丝做互动 经常跟粉丝做互动 然后增加粉丝的粘着度 跟你做互动比较多的粉丝 会更多的看到你的内容 这是一种啊 另外一种呢 你也可以去 经常跟粉丝说一下 把我列为特别关注 否则你就看不到我 对吧 让大家特别关注你也可以啊 这是两个小技巧 好了 我接着说 粉丝头条呢 就是你花钱 可以给你自己的粉丝 这个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 你还是要做的 就有时候还是要做的啊 它适合什么呢 适合就是 要么你推销产品 对吧 我有个产品 你来去推销了 知道所有的粉丝看到 可以的 要么你来发福利 对吧 可以发福利 我有什么福利要发了 转发 要转发抽奖了 或者要送什么书了 或者秀肌肉了 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功能不要常用 因为它不能增加新粉 它不能增加新粉 它只是让老粉丝看到 你不能增加新粉 这个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不便宜 也不算便宜啊 我建议你不要特别特别常用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粉丝 这个就是 推给非粉的有个功能 就是刚才那个 粉丝头条 是你自己买 自己的粉丝头条啊 自己推给自己的粉丝 粉丝通是推给非粉的 让非粉能看到你 这个就贵多了 这个比那个粉丝头条更贵 更贵 而且我们测过 真的我测过几次 效果并不好啊 效果并不好 花钱不少 其实效果非常差 我好像有一次 花过一千块钱做测试 只增加了七个粉丝吧 啊 约组上大概只有一万多 我还不如认识写内容了 对吧 因为我是个内容起家的人 当然有人投粉丝头 投的比较多一些 有人投的很多 但是因为我做内容起家呢 我是做免费的约组上起家的 我认真协调 认真协调流浪不那么差 对不对 所以我的粉丝头并不感冒啊 然后呢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不是土豪 你也没有非常优质的一个设计 让你有好的转化率 你就不要用它 但是特殊时候也可以用 什么时候要用呢 待会我再说 第三个 转发抽奖 转发抽奖 其实有两个逻辑啊 一个逻辑就是 你是重粉计划 重你的铁粉的 让你的粉丝更有粘着度的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是增粉的 让更多人看到的增粉 这两个逻辑 这两个逻辑呢 你自己看 你确定要做哪个 做重粉的话 就无所谓 怎么都能做起来 重粉的时候 你在后来转发抽奖的时候 你就设置一个过滤嘛 设置只有铁粉才能抽奖嘛 大家又很开心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增粉的话 就不要这么干 整体来说呢 靠转发抽奖 获取流量 这个来的流量的粉丝 质量特别低 我前段时间 因为在做那个 微博的付费流量测试 结果来一堆 就是你不知所云 脑子有极度有病的粉丝 他们来了之后 抽奖 抽完奖之后 没有抽到奖 就告诉你 没抽到奖 大爷走了 你就不知道 怎么评价这种行为 你知道吧 就觉得脑子 极度进取这种的 然后过来就给你抬杠 然后只有两个粉丝 然后天天过来给你抬杠 这种粉丝只能拉黑掉 就是我 我见过的最垃圾的粉丝 就是转发抽奖来的粉丝 这是实话实说的 但是也有人做的很好 有人做的很好 前段时间有一个 你们可能都知道 什么某某优权 然后呢 五万块抽大奖 然后获取了150万粉丝 对吧 然后我跟着做了五万粉丝 五万抽大奖的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增了多少粉丝 因为我没法判断嘛 因为几乎没有明显的增粉 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 然后呢 我们还买了粉丝头条 还买了粉丝 还买了粉丝葱 整体来说呢 那个抽奖 大概花了七八万块钱吧 就是除了粉丝 转发抽奖之外 我们还花钱买了一部分流量 最终呢 大概我估计了一两万粉丝 都会增得到 特别亏你的东西 特别亏 所以转发抽奖 你们要注意一下 不要乱用啊 不要乱用啊 如果要用的话 我建议 如果你真要用转发抽奖的话 我建议你持续做 比如说 我两周 做转发抽奖 这个转发抽奖要结束的时候 再做一个转发抽奖 就持续做 这样的话 那个没有抽到奖的粉丝 可能取关你的概率 就会低一些 时间长了就留住了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啥必要 我现在对这种东西没压兴趣 除非我现在五万块钱 可以转一百万粉丝 我就可以愿意干 对吧 否则也没兴趣 我接着说那个 他们转发抽奖 是怎么去做到 五万块钱抽奖 然后呢 有一百多万粉丝的 没跟你说 根本也不是 不是普通的 我们以为转发抽奖 那个逻辑 而是他们花钱买了 大量的粉丝通 粉丝通 我听到的内幕 是大概花了一百万吧 我听到内幕 大概花了一百万 也就是说 他们有五万块钱的 那个大奖 然后他们花了一百万 去买粉丝通 就这个啊 就是一百万粉丝通 去买去买非粉 然后让大家看到 去转发去关注他 他们让他们增了 一百五万粉丝 这个玩法呢 电商是可以玩的 各位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电商可以玩 知识富费博主 就不可以玩 因为电商他们的 他们的客户呢 低端也没有关系 而且他们会买东西 而且他们的付负率 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他们的那个 做这个方法呢 是比较合适的 他们可以有转发率吗 他们可以赚钱 比如我要 我现在 比如我现在我要做个电商号 我可能就 也就会砸一百万 去做一个 做一个信号吧 对吧 一百万来个一百万 一百多万粉丝 还是蛮合适的 对不对 蛮合适的 来一百多万粉丝 我肯定赚回来 就蛮合适的 但是我们作为 普通博主呢 或者我作为 知识富费博主呢 我就这样 我就不合适 因为我砸出来 钱是收不回来的 真的收不回来 我就不合适 所以这个事情 你要注意一下 花钱的事情 转发抽奖 这个事情 你自己判断 你是要充分的 还是要充分的 增分的效果 并不是特别明显 能增分 但不是特别明显 另外我也说一下 转发抽奖 可以跟那个什么 我刚才提过了 我上节课提过这事吧 你可以跟某个大V联合 转发抽奖 等于说你既 你既是普通的人 转发抽奖的时候 能耗耗一些流量吧 同步呢 其实你耗耗大V的流量 对吧 这是合适的 然后上讲可以这么玩 好第四个 大V转发抽奖 这个是我目前测过的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性价比的下滑 这个东西呢 有两个要求 第一要求 你必须是个大V 不是大V你开不了 不是大V你开不了 第二个呢 对内容要求很高 那个那边审核 审核是非常严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吃大V的话 你想增粉的话 短期内也可以 短期内还是蛮容易增粉的 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粉丝质量比较高一些 粉丝质量也比较高 这个事情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可以做一段时间 但它有个大问题 我目前发现 大V转发生有个大问题 就是 你转发抽奖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 经济转发抽奖的 永远是那几个人 这样的话 你的效果就会下滑 但是目前怎么改变这个情况呢 我不知道 我还找不到改变这个状况的方法 我没法改这个事 所以现在也蛮头痛的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呢 我测了一段时间的付费流量 但是并没有特别好的途径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并没有特别好的付费流量途径 也就是说 我想偷懒 其实很难偷懒的 我只能再去老老实 认真去写那种 是吧 但是呢 我们都 或者你们 或者我们其实做生意的人 其实很清楚知道一点 如果你只靠内容吸引流量的话 它是不稳定的 是不安全的 你只有是花钱买的流量 我不断花钱 不断用付费流量来转化 这是最安全 是可以做大的 但是目前我没有找到这个方法 就这四种模式 我都测过 都不是特别好 有点用 都不是特别有用 最终根本的 最根本的 的时候呢 还是要靠我去做内容 这个地方呢 强调一下 各位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如果你不是电商 你不是那种白钛电商 靠流量那种白钛电商的话 我建议你 首先要做好付费流量 就不要走捷径 不要走捷径 首先做好免费流量 刚才说错了 首先做好免费流量 先做那种免费流量做好了 然后呢 再用付费流量来加持 而且不要依赖付费流量 我最近做付费流量 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我就发现 我的那个写作能力都要下降 或者说 我比较懒 不想写东西了 对吧 这是不对的 还是要认识研究一下 免费的流量啊 一定要无论如何 都要研究好免费流量 然后再用付费流量来加持 然后呢 先测试后放大 一定要算性价比 你在投钱的时候呢 要算一下 我投钱要到达到什么目的 先测试一下 合适再放大 开始不要偷太多钱 先少投一点钱算一算 一定要算好你的性价比 性价比不高的话 就不要偷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要说一下 当然你也不一定 完全照我的想法去做 你比如说 你现在就算 你说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每天我都投多少钱 这也是种做法 也可以 不断性价比 我就投一个月再说 再测 我投一个月再测试 土豪随意 你有钱你随意 好不好 但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算下性价比的 不管你是做内容 还是你要做电商 我觉得你一看就投很多钱 你没有经验的时候 投很多钱是不合适的 因为你一旦投了钱 你没有回报 有机会就崩了嘛 所以还是好好写 做内容就好了 我重复一下 我还是反复重复 我们做流量 普通人做流量 而不是说那个有钱的土豪 不是做电商的人做流量 那么你一定要算性价比 一定是先做免费流量 先做内容 学好内容 然后呢 做好内容之后呢 利用平台的各种规则 好好免费的羊毛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去用付费流量去加持它 好了 这是我们的微博报告 写多课的第八课 我们就讲到这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